我觉得先回到一个概念 人跟人的合作或者是平等式的沟通 它本来就没有跨族群或年龄 所以不是只有爸妈跟孩子用平等式的沟通而已 爸妈跟自己的父母也可以练习用平等式的沟通 然后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也是平等式的沟通 所以现有的态度是合作或者是友善父母这件事情 没有分年龄层 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那当然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早开始 他会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 他知道他随时可以自在地表达自己 于是那样子的沟通习惯跟模式甚至默契 可以慢慢被养成 那当孩子越来越大到我们说三岁猪狗都闲的年纪 就是孩子已经有自主性了 到青春期他开始有自己独立判断的需求的时候 越来越习惯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也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被允许自在地说话 那那个合作的习惯会自然就能够出来 有些孩子到青春期爸妈就觉得说好难沟通喔 我会说确实青春期很尴尬 因为他是处于大脑风暴期的时候 他们的大脑的部分就会变得特别敏感 当被纠正提醒的时候表情就会特别难受 或者是表情就特别臭甚至摔门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养孩子跟房子只能选一个 但是房子不会甩你们孩子会甩你们 其实那都代表了孩子的自主性跟独立想法慢慢出来了 那爸妈会觉得难受是因为过去这件事情不曾发生 可是你能不能去想那是因为孩子到这个阶段 他的自主想法已经越来越出来了 他越有叛逆的样子就代表他越是独立的精神概念出来了 所以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孩子不同阶段的发展 你当然使用的语言会不一样 可是要去合作或沟通甚至平等对待的这个精神是不变的 那我一定要沉浸一件事情 就是爸妈都会说养小孩哪有平等这件事情 不然就叫他去赚钱我去念书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迷思 我们讲的平等并不是指能力上的平等 因为不同年龄孩子跟大人能够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你叫小小孩他就扛不起一个三公斤的大书包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平等是指价值的平等跟重要性的平等 每一个孩子每个个体在家里都是一样重要 所以如果你意识到孩子的价值跟重要性在家里 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你就会允许孩子说话 你也会允许孩子纠正你 甚至你会允许自己跟孩子道歉 这都是很重要的平等的概念